一天一杯,坚持一个月,打通血管阻塞,血管垃圾清前净,为家人收好。 血管堵,寿命就会越短,这句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。 血管堵塞会引发很多疾病、心脏病、中风等风险都会增加。 血管中低密度脂蛋白,坏胆固醇,水准过高,就会导致血管堵塞。 这里有一个天然的食补疗法,能够帮你打通毒涩的血管,保持动脉健康状态。 跟小编一起来看看吧。 一位居住在伦敦的人的亲身经历,他去巴基斯坦开会的时候,突然胸口剧痛,后来被医院咽出来,他的三条心血管已经被严重堵塞,需要做搭桥手术。 手术的时间是一个月以后,在这个期间,他去看一位回教国家古法治疗师。 这位,黑金让他自己在家中做一个食疗,他吃了一个月。 一个月后他去同一家医院做检查,发现三条血管前前,原来堵塞的地方已经全通了。 他是一位虔诚的回教徒,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,他把自己的经验放在网上分享,他的前后两张血管照片也放了在网上,在照片中,服用食疗之前与之后的分别连普通人也看得出来。 材料 一个半柠檬 二大块浆 二大块浆 三头蒜 三头蒜 一小瓶瓶果醋 三头 做法 1.蒜头去皮 将去皮切小片,一起放入榨汁机榨汁,或者放入搅拌器打成浆,用网布隔渣,手搅出汁 2.将蒜头,姜汁放入瓦包,加入柠檬汁与苹果醋,大火滚,小火慢煮,不要盖锅盖,让水分蒸发,大约需要半小时,剩下大约一半汁液 3.温度降下后,加入蜜糖,仔细搅匀,蜜糖需要很多,主要是令汁液容易入口 3.将成品存在有钙的玻璃瓶中,放入雪柜,每天早饭前空度服用一汤匙 4.吃上一个月以后去医院做次检查,会发现血管浅浅,堵塞的地方已经全通了 4.原理 4.原理 5.原理 5.原理 5.是清血管的神器 1.大蒜 研究人员发现,大蒜能够降低血液中胆固醇水准,有效预防动脉周样硬化及关心病 2.生姜 2.生姜 生姜能够强壮血管,它其中所含有的丰富的酱辣素,对心脏和血管有一定的刺激作用,能够促进血管扩张,使得脉络通畅 3.苹果醋 苹果醋中的苹果酸成分能够保持心肌的能量代谢,对心肌梗塞的缺血性心肌层起到保护作用 4.柠檬 柠檬,柠檬中富含维生素C,能增强血管弹性和韧性,对毛细血管起到增固作用,还有一定的止血功效,可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和心肌梗塞 要注意的是,这个小配方虽然有效,不过辛辣,酸性等刺激性物质含量比较高,肠胃不太好的人要谨慎服用 同时,取齿和糖尿病患者也要谨慎服用 血管堵,寿命就会越短,这句话绝对不是威严耸听 血管堵塞会引发很多疾病,心脏病,中风等风险都会增加 血管中低密度之蛋白,坏胆固醇,水准过高,就会导致血管堵塞 这里有一个天然的食补疗法,能够帮你打通毒色的血管,保持动脉健康状态 跟小编一起来看看吧! 一位居住在伦敦的人的亲身经历,他去巴基斯坦开会的时候,突然胸口剧痛,后来被医院咽出来,他的三条心血管已经被严重堵塞,需要做搭桥手术 手术的时间是一个月以后,在这个期间,他去看一位回家国家古法治疗师 这位黑金让他自己在家中做一个食疗,他吃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他去同一家医院做检查,发现三条血管前前,原来堵塞的地方已经全通了 他是一位虔诚的回教徒,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,他把自己的经验放在网上分享,他的前后两张血管照片也放了在网上 在照片中,服用食疗之前与之后的分别连普通人也看得出来 材料 一个半柠檬 二大块姜 三头蒜 三头蒜 一小瓶瓶 一小瓶瓶果醋 一小瓶瓶 凝团 一小Yes 一小M rear 暗 15 1. 蒜头去皮,将去皮切小片,一起放入榨汁机榨汁,或者放入搅拌器打成浆,用网布隔渣,手搅出汁 2. 将蒜头,将汁放入瓦包,加入柠檬汁与苹果醋,大火滚,小火慢煮,不要盖锅盖,让水分蒸发,大约需要半小时,剩下大约一半汁液 3. 温度降下后,加入蜜糖,仔细搅匀,蜜糖需要很多,主要是令汁液容易入口 3. 将成品存在有盖的玻璃瓶中,放入雪柜,每天早饭前空度服用一汤匙 4. 吃上一个月以后去医院做次检查,会发现血管浅浅,堵塞的地方 4. 这个小配方已经全通了 4. 原理 5. 原理 5. 原理 5. 它们的原料几乎都是清血管的神器 5. 大蒜 5. 研究人员发现,大蒜能够降低血液中胆固醇水准,有效预防动脉周样硬化及关心病 2.生姜,生姜能够强壮血管,它其中所含有的丰富的酱辣素,对心脏和血管有一定的刺激作用,能够促进血管扩张,使得脉络通畅 3.苹果醋,苹果醋中的苹果酸成分能够保持心肌的能量代谢,对心肌梗塞的缺血性心肌层起到保护作用 4.柠檬,柠檬中富含维生素C,能增强血管弹性和韧性,对毛细血管起到增固作用,还有一定的止血功效,可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和心肌梗塞 要注意的是,这个小配方虽然有效,不过辛辣,酸性等刺激性物质含量比较高,肠胃不太好的人要谨慎服用 同时,取齿和糖尿病患者也要谨慎服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